大家好,我是風菜,我現在在必勝客 然後雖然上一期買遍721快餐的點讚沒有超過一萬 但是呢,我們還是想買遍必勝客的所有早餐 沒錯,就是這麼內心 今天呢,我們就把它早餐所有的品類 包括所有口味全部買遍了 這就是我剛點的必勝客的所有早餐 然後我點的是套餐 因為我最後再告訴大家為什麼要點套餐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就是有帕尼尼 帕尼尼有兩個口味,這是金香魚的,芝士火腿的 然後粥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皮蛋瘦肉粥,一個是干貝粥 然後這個是酸奶,水果 飲料的話有7種,這個是卡布奇諾 然後還有什麼拿鐵啊,奶茶啊,牛奶啊,檸檬遮啊 什麼的,那個橙遮 然後還有就是像中式的煎餃啊,蘿蔔糕 還有像就是培根,培根,炒雞蛋,水果沙拉,吐司 然後這邊有烤腸火腿片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三明治,兩個口味的三明治 我就是把早餐有的東西全部都點啊 然後當然啦,我點的是泡餐 所以有一些是重複的,然後現在我們來試一下吧 現在這個是三明治,兩個口味 一個是炒雞蛋的,一個是芝士火腿的 我們來這個吧,炒雞蛋的 麵包到表皮稍微烤了一下,是乾香乾燥 然後裡面就是雞蛋炒的很嫩 這是煎餃啊,配的醋 底下脆脆的,還挺香的 蘿蔔糕 蘿蔔糕 軟軟的,然後表皮也是一樣,稍微煎過的 這個是帕尼尼啊,這個是金漿魚的,然後那個是芝士火腿的 吃一下啊 哦,表皮烤得脆脆的,然後它是金漿魚的那個肉泥 然後加了一個蛋 這個感覺比之前我吃過那些帕尼尼也好吃了,那表皮脆脆的,然後裡面那個,給我味道了 這兩個是蒸鹹套餐啊,然後它有一個就是,都重複了啊,就是雞蛋,然後水果沙拉也重複了,包括像這個火腿片,都是兩片 這是我選的,然後烤腸也是兩個,培根也是兩個 這種烤腸啊,單點的話一根要十塊錢啊,包括火腿片還有那個,培根都是十塊錢一根啊 這是蜂蜜醬還是什麼的,嗯,甜的 火腿片,這一片要十塊啊 然後這個就是水果沙拉啊 這兩個的區別其實就是這個,吐司,還有就是我選的這個配菜,這個荷的配菜不一樣 因為為了涵蓋到所有的單品嘛,然後這個是那個,吐司 這個烤過嘛,那個是白吐司,等於是那個是沒有什麼味道,然後這個應該是加了芝士什麼的吧 這個好軟 粥有兩個口味啊,然後這個應該是皮嫩瘦肉的吧,然後這個是干貝的,隨便來一個啊 欸,哇,大蝦欸,大蝦人欸,你看 這個粥可以啊,好吃,你看,干貝 這個比其他快餐品沒的那個早餐都要貴,但是這個比那個好吃啊 可以說是,不是一個級別的啊,你看,好多大蝦啊,你看 大蝦人啊 剩下的就是排隊的飲料啊,然後 由於他那個早餐的飲料就是,是可以無限去杯的啊 所以我就把那個奶茶,跟那個卡布奇諾,弄成了糖食,然後剩下的五杯我就 做成了打包,因為這個你喝完是可以去杯的 還有一個啊,這個是卡布奇諾 還可以啊 兩個人啊,真的是吃不動啊,剩下非常多東西,然後以為我們打包吧 我們現在來說一下,我為什麼點套餐啊 他的早餐,所有的單品總共有22個,就是包括飲料什麼的,然後你22個單品要全點的話要343塊 然後他總共有10個套餐,我選了8個,因為有兩個是重疊的 這8個套餐就是涵蓋了所有的單品,而且有一些就是重複的,等於就是你拿到兩份的 8個套餐總共才211塊,等於就是你花少了100多塊,然後還可以吃到更多的東西 包含了所有的早餐,對,所以我就點了套餐 套餐相對來說的話就是比較划算一點,但是呢,就是 這也是我們之前買過的最貴的一個早餐的,這可能也是我吃過最貴的一個早餐的 200多塊錢兩個人一個早餐,對 然後喜歡空菜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空菜,歡迎大家評論轉化收藏,謝謝大家的支持,謝謝 對了,如果還想看這個系列 本視頻,老規矩啊,如果點贊超過1萬 我們下期買一遍,買一遍什麼呢,買一遍正心雞排吧 買一遍正心雞排的所有菜品,對 想看了,關注一下,點個讚,謝謝大家的支持,謝謝